公使并 以书主哲曰 即死葬我松山下 子谓我名 这是苏哲为其兄长所传穆至名中的一句话 说的是苏氏临终前写信给弟弟苏哲 让他把自己葬在松山之下 遵照遗嘱 苏哲把哥哥安葬在了甲县北部的小峨眉山 从此 松山之脉的这片青山碧水 就与苏氏这个伟大的名字结合在一起了 苏氏一生与甲县几乎没有交集 为什么会选择这里作为自己的长眠之地呢 有人说苏氏曾路过甲县 看中了这片山水 觉得他行似自己家乡的峨眉山 也有人说是因为苏氏苏哲兄弟二人 长期遭到贬折 无力归葬故里 而苏哲晚年折居许昌地区 就在附近的甲县小峨眉山上 置办了自己的家族墓地 苏氏葬家十年后 苏哲去世 葬在了苏氏墓旁 苏氏兄弟这一选择 无意间为甲县留下了一笔丰厚的文化遗产 在甲县方志中留下了辉煌的篇章 元朝时 有人在苏氏苏哲的坟墓之间 建造其父苏巡的衣冠中 从而形成三苏坟 这尊三苏塑像就是元朝时所历 距今已有六百多年的历史了 依然引领着人们遥想三苏当年的风采 千百年间 宁元几经兴沸 但是人们对三苏父子的缅怀和崇敬 却惊年不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 甲县文化部门多次组织修缮三苏词 一百位当代知名书法家 书写苏氏名作 念奴交赤壁怀骨 刻碑立于三苏远的东坡碑林之中 以表景仰之情 《大江东坡碑林之中》 浪淘尽 千古风流人物 古类西边 任道是 散过周浪吱笔 雅月阵阵 诗声朗朗 每年清明节 三苏园都会举行三苏公祭活动 这里已成为甲县传承和发展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基地 与西北部的三苏园相望 位于县城的文庙 是甲县的又一座文化地标 甲县文庙是中国保存最好的县级文庙之一 文庙既是古人祭祀先贤孔子的慈庙 也是学子们求学读书的学堂 历经近千年 文庙依然气势恢弘 木雕 石刻 彩绘等保存完好 彰显着甲县人对教育的重视 明清两代 甲县共出了十八名进士 一百零一名举人 数有四十六座功名牌坊 历代的文人志士书写了无数动人篇章 以三苏园文庙为代表的众多文物古迹 为甲县的文化发展注入了不洁的动力 此处云山苍苍 此处绿水洋洋 甲县的读书声也将日益响亮 苏园文庙感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